这是曾经威震三朝的民族 凶霸半个中国 让北宋头疼不已的游牧民族契丹 当时的契丹有数百万的民众 北宋灭亡都没打下来的民族 那么契丹灭亡后 这些人都去了哪里 现在是哪个民族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跟其他的游牧民族相比 契丹算是兴起比较晚的 他最早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 早在唐朝年间 契丹族就曾向唐朝表示过臣服之意 那个时候契丹之所以低声下气 就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强大 毕竟他们的顶上还有一个突厥 契丹真正起了反叛的心思 是武则天党政时期 作为游牧民族 他们距离京师天高皇帝远 骨子里又天生带着好战的血脉 反叛是迟早的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契丹一直在骚扰唐朝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 契丹逐渐壮大起来 而契丹真正意义上的独大 是在公元907年 此时出现了一个叫耶律阿宝基的人 耶律阿宝基统一契丹 结束了他们的部落历史 建立起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辽国 而辽国在后来的上百年间 都成了宋朝最头疼的问题 原先唐朝时期的契丹 因为是一些散乱的部落 没有凝聚力 没有统一的军队 所以一直没有壮大起来 但是如今不同以往了 契丹如今有了统治者 他们只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耶律阿宝基建立辽国以后 先是开始学习中原文化 然后又组建了正规的军队 在这些年间 他还不断创造了法律 完善了官员制度 更是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辽国的全盛时期还曾吞并渤海 辽国疆域一度扩大 足足有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归根结底 宋朝一直被契丹压了一头的原因 就是因为赵匡印建立北宋的时候 辽国已经存在53年了 宋朝刚刚成立初期 虽然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非常高 但是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 北宋跟辽国就像天生的仇人 两方相见分外眼红 北宋刚刚建立 契丹就在旁边虎视眈眈 不过赵匡印是一位 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他能扫荡周边割据势力建立北宋 自然对契丹有自己的对付方式 赵匡印并没有选择立即出征 而是在东北边境布写了重兵严加防范 打算敌不动我不动 由赵匡印坐镇 契丹这些年来还算是本分 也没有轻举妄动 直到宋太祖赵光义登位 契丹与北宋之间才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赵光义曾北伐亲征 与契丹展开过决战 不过很可惜 一场激战过后 北宋军队被击败 赵光义受伤 最终以宋军撤退为结束 在这之后 北宋对契丹的恨意越来越深 赵光义一直没有断了灭契丹的心思 不过在后来的几次对战中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北宋一再失利 无奈之下 北宋只能由攻势转为守势 而拿到主权的契丹 也摸清了北宋的底细 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宋辽之战一直没有停止 在这之后 亲征的北宋皇帝不少 也曾打过胜仗 不过 这对契丹来说 就像挠痒痒 失败一次 对他们半点影响也没有 后来的契丹越战越勇 甚至已经开启了开挂模式 这边盯着北宋 那边却还在骚扰着膝下 契丹的兴风作浪 搅得宋朝头疼不已 朝廷数次征战 但是每次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契丹却不痛不痒 这让北宋非常无可奈何 辽国已经成为了 所有割据政权中的第一强国 每次宋军出兵北伐 用巨大的牺牲 换来突破契丹的外围 这样的苦战显然得不偿失 那么辽国能够发展壮大 也就意味着 契丹的文明和经济 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同时 契丹的文化教育水平 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些游牧民族 逐渐被注入了一些中原文化 念过一些书后 契丹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像契丹突厥一类的游牧民族 被中原人统一认定为是匈奴 是被他们瞧不起的蛮夷 于是契丹开始思索 自己是否也要有一些历史底蕴 这样才不被看清 而契丹的这些想法 就是他们与北宋之间展开激烈争夺的起源 北宋与辽国不得不说的一个地区 就是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以前 的确是属于中原的管辖地 但是后来被辽国割走了 从宋太祖时期就曾想着把地给收回来 但是一场仗打了几十年都没有结果 事实上当初宋太宗出征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收回燕云的中心地区幽州 这个地方地处政治经济中心 还是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幽州直接控制整个燕云 其中的政治利益想必不用多说 而幽州就是如今的北京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宋太宗这么固执了 从北宋的前期到中期 虽然契丹一直是他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不过双方也算是势力相当 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对峙的状态 不过到了北宋晚期 皇帝越来越荒唐 朝堂越来越没有鼓起 乃至于直到北宋灭亡 燕云地区都没能收回来 不过一个朝代有心替更迭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宋朝走下坡路 辽国也不可能一直如日中天 辽兴宗继位以后 辽国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尽管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却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习性 时常骚扰习下 直到金朝出了一位完颜阿古达 他建立了金朝 彻底将辽国积散了 整个辽国在历史上 也只有210年的历史 辽国没有了 契丹人肯定也就四处讨生进去了 不过这并不是契丹的最终宿命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 契丹有些贵族还在西北地区聚集 建立了西辽 西辽在历史上存在了87年的时间 并且并没有什么存在感 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顺手把他们给灭掉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契丹在历史上彻底没了身影 有数万民众的契丹族 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此消失 那么在西辽也灭亡之后 契丹人都去了哪里呢 如今又是什么样貌了呢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辽国被金国消灭以后 一部分契丹人竟然纷纷搬家 前往东北地区成了金朝的臣民 他们修改姓氏 与女镇人通婚 甚至还随着他们南征北战 足迹踏遍了全中国 有些人走到半路驻扎了下来 也有些人表现英勇 被分配去了一些驻地 他们在当地定居还被封了官 大部分的契丹人基本分布在内蒙古赤丰 吉林一带 这里还有一些契丹人的后裔 只不过由于他们与其他民族通婚 现在这些后裔的血统 已经不是纯正的契丹族了 2004年 相关专家利用DNA技术 找到了契丹族的消失之谜 通过鉴定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 给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论证 如今的达沃尔族与契丹族 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 达沃尔族与蒙古族杂居 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能争善战的民族 早年这个民族也是被诺尔哈士征服的 直到康熙年间才有了达沃尔这个名字 有意思的是 达沃尔族在清代以前使用过契丹文字 后来有学者研究了达沃尔人的生活 宗教 语言等各方面的习惯 经过对比后 认为他们跟契丹非常相似 如今的达沃尔族人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黑龙江和新疆这三个地方 由于当初其他人四散逃亡的时候 都改了姓氏 所以很多人的起源已经无从追究 除了这三个地方 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 都有达沃尔族的分布 甚至后世学者还有人说 河南地区的一部分阳性人口 是由契丹族起源而来 不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始料依据 后来人们发现在云南施殿县 有一支族群 他们自称是契丹的后裔 祠堂的祖宗牌位上 还刻着耶律的字样 专家曾经特意前往这个村子 提取了DNA 做了专业的检测 确实发现与契丹族非常相似的基因 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契丹族人 虽然有着自己的起源地 但是由于他们一直保留着通婚制度 所以原有的契丹血脉 早就被稀释得差不多了 只能说 现在达沃尔族有契丹的后裔 但早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契丹 虽然过去的王朝之间有过争端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社会 56个民族早已融为了一家人 不分彼此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